观众朋友们好感谢您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我身边的两位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Eric以及和平先生 有网友问说今天你们这个节目怎么又迟到了呢 每次都是会遇到一点技术环节的小问题 不不不都是和平迟到了 现在没有现在这次正不是 那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同事小杨回来了之后 我们整个办公室的这个摄影啊 这个技术条件呢就考究了很多啊 刚才呢小杨忙着给我们调座位啊 让我们三个人基本上大小相同 这个李奇呢长得比较矮小 所以呢就往前移了一椅子 有的网友啊老叔叔李奇老才晃 大家是不知道我只坐这个椅子的前半边 所以我这是重心不稳 刚才小杨来又给和平先生的椅子加高了一些 所以今天和平先生显得比往常高大一些啊 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呢 今天我们节目又与大家见面了 希望不管是画质还是声音 都比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所提高 另外呢从昨天开始啊 华尔街论坛的直播留言区变成了 纸对订户开放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今日华尔街频道的话呢 请赶快订阅 和平先生啊今天早上啊 起得非常的早 因为今天呢新闻话题实在很多 上场之前和平先生说 早上吃了一碗五香牛杂 马上人气氛啊精神就不一样了 李奇呢早上吃了一碗炉煮 我们这味道都比较大啊 昨天我还买了一个油条跟艾薇给分了一个油条 是是是第一次在纽约吃到油条 吃到油条啊 吃到油条啊 这个火食就到这里 现在呢在在这个亚洲时间是深夜啊 深夜说美食的事情感觉有点不在地的 深夜放毒 今天呢咱们先聊点味儿比较小 但是呢也很重要的严肃话题 有关于美国的七中选举 哎七中选举到了现在 其实呢我们说基本上想投谁都已经定了 最后一刻呢改变观点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现在大家集中关注的其实是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最后谁出来投票 第二就是在关键选区的战场上 最后一刻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微妙的民调的变化 那么现在七中选举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选情 我们请Eric帮我们介绍一下 呃就是前两天呃不是前两天 就是昨天华尔街日报公布了一个民调 这个让我是有点吃惊的 呃他这个民调的样本还比较大 1500人这在民调里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样本 那么以前呢这个呃 他这个样本里面最主要的是一些郊区的选民 所谓郊区的话基本上就是他大范围的和我们 说的中产积极是冲合的 就是基本上白人比较多 然后收入是比较稳定的这部分人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部分人关心的重点 第一个是通胀问题 这没没没问题 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钱袋子 那么第二个呢 一般来讲是安全问题 犯罪率的问题 哎但是这这次还真的不是 小羊可以给他给给大家放一下那那张图片 呃这个关于犯罪率和安全的问题的话 要排到第三第四去了第二排到第二 大家关心的是美国民主受到威胁 这个让我有点吃惊 因为这个可能是和这个呃 民主党呢会觉得共和党在煽动这个仇恨 煽动这个对立啊 那么共和党呢会觉得民主党的投票有问题 到现在共和党员里面60%的人认为 2020年的大选是舞弊的 这个简直让人不可理喻了啊 那排第三的呢是这个最高法院 颠覆Roy Wade的这个这个这个造成的影响 基本上这样一个关心的比例 那么大家投票热情还是非常高 以前我讲过这个是破了历年的中期选举的 投票率的这个热情 以前的话基本上中期选举说 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投票率 呃就是这种愿意 是吧 不百分之六十七十愿意出来投票的 实际投票率大概就是百分之三三十多 但是这一次的话百分之七八十 就是我一定要来投票 他那个评分是从零到十 选十的百分之七十九 哈哈哈哈 大家非常想出来投票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白人的郊区的白人女性的投票率 呃这部分呢一般来讲是民主党的票仓 那他们在二零一八年的中期选举中间 呃普遍的倾向于这个呃民主党 然后让民主党当时是一举就 夺下了四十多个 四十个整 四十个席位 一下子就把呃众议院给翻了 但是这一次呢 呃八月份的民调和十月份 就是刚刚出来的这个民调差别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 蓝色的就是民主党的支持 这个红色的就是支持共和党的 八月份的时候啊支持民主党的还很高 突然一下就翻了转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因为物价 因为这个大家你只要是物价上涨 大家觉得钱袋子紧了 生活质量下降了 谁在台上谁倒霉 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呃大概就这样 因为这个是民主党的一个票仓 所以说民主党的这个呃中期 呃起码是众议院败选 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 一般的我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大家的呃 这个一般的这些所谓专家啊 这些分析家啊 这个是他们关心的排序啊 第一个是很关心的是物价上涨 第二个是这个对民主的威胁 第三个 第四个大概要拍到才是那黄颜色箭头 才是关于犯罪 呃专家的预测呢 那这个民主党的话 大概要丢掉十到呃十五个 十二到二十五个席位吧 基本上共和党的席位要达到二百二百二二百三 这样子 这个其实没有多少悬念了 大家也不不太在意了 这个事 那大家比较 历史看起来 啊二十个席位 也不是说很多的一次席位 这个是个正常的 一个正常的转换 但是问题是 现在在这样对立的情况下 你只要翻过来 说不定又开始弹劾拜登啊 有这些闹 闹的一号 这个我早就预告了 是非常被谈和和的 被调查的可能性非常大 非常讨厌的一个事情 在现在这个经济并不并不很景气 大家其实应该更集中精力 在对付经济问题上面 再搞这个党争的话 确实不是一个好事件 呃 大家其实更就是赌博公司也好 这个公众也好 更关注的就是这个参议员 参议院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有一个一个一个提示 就是看三个州 宾州 佐治亚 内华达 呃 这三个州里面呢 共和党需要拿掉起码两个 呃 拿掉两个以上 他就翻掉了啊 如果他拿两个一下 他就就不行 宾州呢 基本上共和党赢面不大 那个奥兹的民调一直比较低 而且他那个人有点 有点像 像川普 就是个电视明星 是吧 他讲了很多很奇怪的事 呃 有点伪科学那个感觉 大家对他不是太太太在意 内华达呢 共和党的赢面比较大 内华达那个女的叫 马托斯是吧 呃 感觉他民调根本上不来 那么最最关键的就是佐治亚 佐治亚原来的那个民主党候选人 就现任的这个参议员 沃尔克呢 他一般情况是不错的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劣迹 民调也是一路领先 就是到了这个十月份 十月份这个物价蒙涨了以后 这个沃尔克的民调一下就下去了 然后他的对手是一个踢足球的 对 这个叫 橄榄球 橄榄球 对 美式足球 这沃尔克呢 他浑身都是丑闻 浑身都是丑闻 他是一个一个一个二六子一样的一个人 但是呢 他是共和党的 所以这个民调在现在来讲的话 沃尔克的民调一下就上去了 所以两个现在纠缠的很厉害 大概差距都不到一个百分点 所以到底是最后露死谁手 还说不清楚 所以大家应该重点关注的就是 总是亚洲 对 其实宾州这儿我还是画一个问号 这刚才艾瑞克说的很对 宾州的共和党这一位叫奥兹 我们一听这名字 好像就说比较玄幻的一个名字 这个医生呢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那种 就网红医生 有一点就是民间科学家经常推销一些 我们就说什么 减肥产品 对对对 就这种减肥产品 养生产品 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那个意思 他的这个对手呢 比较有意思 叫做Federman 如果是几个月之前让我来评价 我可能和艾瑞克评价是一样的 就是Federman应该胜利更大 但是呢 看了最近的一次电视辩论 很多呢 大家对于Federman的表现 对很失望 对 但是这个呢 你也不能说是Federman本人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有过一个 我们叫做中风 对刚刚好 那我们知道 中风刚好会影响人的听力 和语言的能力 所以从整个辩论的情况来看呢 大家一看大失所望 明显感觉这个Federman 好像反应不过来 他不光是在辩论 他还要带一个助听器 然后对方讲的话 还需要就是翻译成文字 对 他才能理解 否则他对文字的理解都有 有偏差 所以他的辩论是 其实我都觉得他不应该参加 是是 他就不应该参加这个辩论 但是他上的这个辩论呢 明显给选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他能力不行 对 即使现在看到的是中风之后的 这种短暂的反应 但是谁也不知道 你有一次中风 还会有第二次中风 你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而相反 我们看到现在屏幕上 右边这位奥兹医生 一看就像一个奇幻世界中的人物 他天生就是个媒体人说白了 他一辈子做的事情 就是在电视前面表演 所以如果是从辩论的这个角度来看 的确奥兹是更胜一筹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啊 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政治时代 完全是选民政治的时代 有很多选民 并不知道奥兹是有身体上的原因 是有客观 这个菲特曼有身体上的客观情况 看一场辩论的确给人感觉 是奥兹更胜一筹 所以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啊 另外啊 但是我这给你一个小小的花边 就是美国选举里边有个特点 谁的个子高 谁能谁能胜选 这个菲特曼呢 有两米两米一大概 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一个个子 然后奥兹在他面前 就像个小乖乖一样 这个这个 这个我讲的是悬脸的一个时代 哎 那咱们再说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Walker 这一块啊 这个佐治亚这一场也有意思 为什么呢 两个候选人都是黑人 对 所以呢这个民主党传统上 大家认为是这个 会支持这个有色人种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黑人 一个白人选出来的话 那么可能民主党 会更支持有色人种这一方面 但现在两个人都是黑人 而且分别代表的都是民主党 和共和党里面 相对来讲比较 极左和极右的两股力量啊 那么这个这个Walker啊 他呢自己在选举的时候就说了 啊我是坚决支持要推翻Roy Wade的 是是这个对于这个堕胎权利 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结果呢 后来就不断有丑闻 他的前女友之前跟他拍拖的女性说 他呢曾经强迫他们堕胎呀 等等等等 而且不止不止一次 哎对 好几个 然后他的老婆还知道这个事 闹得沸沸扬扬的 对 所以就是这个让我们感觉到 你嘴上说一套做的是一套 然后呢 有民主党这一边的支持者啊 在之前在这个Walker的一次竞选活动上 跑到台上去给他送礼物 送的是什么呢 送的就是一叠避云套啊 对他表示这样的讽刺 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所以呢 这应该是比较好看的两场比赛 如果有更多的情况 我们也及时为大家更新啊 哎 说到政治 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政治 之前呢 我们一直在聊 萧尔茨访华的有关事宜 何明先生 萧尔茨访华 你关注到哪些新闻上的热点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反映了一个政治的现实和高调 政治之间的一个最后面的博弈的结果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正好是这个疫情 疫情使人之间的关系 国与国人之间的关系 产生一个巨大的这个隔离 所以中国在这样一个被 现在还处于隔离的状况呢 其实是非常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所以你看看西方的媒体 看看西方的政客们的论调 那基本上中共就是最主要的靶子 你看看这个英国 那么一个糟糕的荒谬的一个政治 但他们忘记不了 要干掉中国 要去打击中国 那么德国这个梅卡尔时代过去了之后 新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政府啊 其实又遇到俄乌的这个战争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 又遇到美国给这个 这个德国方面的压力 然后德国自己的对中国人权的不满 很多因素搅在一起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梅卡尔时期 根本不是个事儿 因为梅卡尔恨不到一年就要去一次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一年要去两次 因为你不可能不去啊 因为你的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家 作为一个很发达的国家 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的国家 这个消费的市场非常庞大的国家 是你最有利的一个商业伙伴啊 对吧 我们知道冷战之后 意识形态的下降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主调就是做生意嘛 就是你好我好嘛 购物失评嘛 购物失评本来是这个世界上的 应该追求的一部分 结果呢 意识形态上升 中国的这种 紧张 保守 对言论自由的控制 对民族地区的打压 然后对西方的这种敌意 那么让西方感觉到你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 对世界的价值是一种挑战 而西方呢 又有一种主观的 居高临下的那种价值观的一种优势 甚至是发展上的优势 怎么一个东方国家怎么突然就变得比我们更有钱呢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的人 你都不可理喻的这么一种崛起 这种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缺乏一个基本的沟通 这种沟通 你要不要继续下去 还是说 趁高调 对吧 那么德国就开始出现了脱高论 那么我开始觉得脱高有点不可理喻 你们怎么会脱高的 你跟谁脱高啊 你脱完高以后你跟谁去挂高啊 对不对 你要找这个挂高的地方你才脱高嘛 后来我就发现这种讨论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 因为这些人他本来就不是跟你讲道理 所以我就反向去问他们 赶紧脱 能就脱 赶紧脱 能脱就脱 脱个金光 你给我试试看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多长时间之后 真的是小意思是决定去中国 去中国当然是丢脸啊 为什么丢脸呢 因为习近平连任 是不符合你西方的价值观的 你的这个习近平的人群问题并没有改善啊 你能自由继续的控制啊 你为什么去啊 就是大码头 就是先卖 或者说有人就是说是下跪也差不多 而且要带着一批商人去 但是我就问一下一个问题 你说不去下跪 不去求习近平 不去做生意 你去求谁啊 你跑到美国来去 去半转半转总统会给你订单吗 你跑过去进日本 日本会给你这个市场吗 这就是一个国际政治和现在的价值观的一种冲突 你装有价值 还是能不能坚守价值 如果你不能坚守价值 你就别的装价值 对吧 更搞笑的是 这个 德国的这个 反对派要求这个 肖尔茨去中国 要去见这个 胡锦涛 你就会发现这种方妙方唐和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搞不清楚中国是谁的这种状态表现出来 胡锦涛是什么人呢 胡锦涛是习近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胡锦涛是什么人呢 是今天极足路线的始祖赢者 经历了很多的 这个强硬的政策 今天我访问吴强博士 吴强博士在北京 他非常坦荡的讲了 就说 后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更强度的讲 他说胡锦涛不值得同情啊 今天很多的政策 这种胡锦涛的时候就开始 但是你为什么 西方会方妙到这种地步 就是因为你就看那些 根本不靠谱的报道 然后你还自以为自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群的 卫士 对不对 应该这个时候还是见张高丽 或者是见彭尚 彭尚 比这个胡锦涛相比更值得同情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西方和中方的这种冲突啊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无厘头的 无厘头的真实的情况就是说 你不要说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没受影响 美国和中国现在打着头部血流好像 好像不可以的样子 实际上贸易关系受到伤害吗 没办法受到伤害呀 如果你真的贸易关系受到伤害的话 你的通货本质会更严重啊 对不对如果中国就像中国那些战狼一样的去攻击美国 中国的产品往哪里销售啊 美国这么一个大的市场 德国这么好的工业技术 对吧 你到哪里去找啊 鼻子这个世界是你离不开我我 离不开你 但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分歧应该体面的提出来 应该就是说不要举高临下的提出来也不要去挑战这个对方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观众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一定要 不要在表象所迷惑 包括你们刚才两位谈的这个 美国的选举 其实美国的选举 像我这样我跟早几年相比我就平均很多 也许对我来讲 民主党赢和共互党赢我就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民主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地方 他不像早几年 是根本上推翻和 和摧毁这个框架 其实你一下子左一下子右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看西方的媒体报道一样的 有些人他批评中国或者是 怎么样 其实他只是一种政治表演而已 但是有时候他确确实是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想一想 人家批评他有没有道理 你的新疆是不是真的像一般的汉印地区那样 也有汉印一样的权力 他们的家人是不是可以团组在一起 所以有些事情将心比心比的时候你的气质没有那么大 我简单给大家提供一下 就是德国现在遇到了很多困境 他在整个欧盟里面有点混不下去 一个是法国跟他争权 另外现在德国有一个 就是因为能源的问题 他现在能源 而且德国的话他有钱 然后他就大力的补助自己的国民 我忘了这个具体数据了 他是几千个亿 投下去就是 其实德国人他在用能源的 用天然气的这个方面 价格是没有涨的 因为所有他涨的价格政府都给他承担了 这样一下就会造成个什么情况 德国人不会少用气的 因为气没有便宜 没有贵 知道吧 我不会少用 但是你德国人用多了 其他人就少了 现在大家都在抢天然气啊 所以整个欧盟的话就就对他意见特别大 现在就这个 超额的对对自己国民进行补助 那当然你这笔补助的话也会造成你赤字对吧 所以他就现在要到中国去寻求更多的支援 这又给你说日子他混不下去了我问你 法国分得下去吗 我问你意大利分得下去吗 我问你英国分得下去吗 德国面临的这个困境 其实你看看法国的抗议 你看看意大利这种糟糕的政权 我们相信他也完不成这个任期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种新任的这个政府怎么样 西方的这个民主政治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他的基本的框架 还没有受到摧毁 所以民主是真实的 当然只是说在表达民意的时候被扭曲的程度非常高 为什么扭曲的程度呢 因为美国人都有选票嘛 选票就是为王啊 就是赢家 甚至就是为王啊 所以他为了这个 取得这个选举 他就不断的去献媚于选民 甚至不惜于去 扭曲自己的对手 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 就是说 你的政策是左的 我批评你 对不对 我又得你批评我不是这样 而是把对方完全的妖魔化 第一化 现在无论是美国的选举 还是欧洲的选举 我说有一个词我叫 这个不是民意了 是第一选举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 有一个亮点 就是丹麦 丹麦 刚刚结束的这个大选以后 他那个 他那个总统 他是叫首相 他那个首相 他说 他说我现在我不要 不要什么左派联合 一帮 右派联合一帮 我们不要搞对立 我左派主动的伸手 给右派 然后我们俩 一起来联合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亮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赢了选举 但是主动放弃执政 对 真的是了不起 这个丹麦呢 我们在北澳的这个 社会有点向往 觉得可望不可及 我们的很多的观众也在北澳 我就整天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内心整是一种 细目的感觉 那我也看了不少 北澳的一些资料 甚至还觉得看不太懂 就走电视剧去看 丹麦专门有一个电视片 就是叫 权力的堡垒 他就讲这个丹麦这个 各个政党之间的这种组合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 他就不像美国政治这种固如刚性 对 就是你和我必须是死在头 对 而这个都党政治 一日争取的一个好处就是 今天我 我可能跟他联合 明天我可能抛弃他 就变成跟你合作 后来又变成跟他合作 福祉彼此之间的这个光谱啊 就是混合得很厉害 当混合得很厉害的时候 显明实际上接受的程度就没那么低了 丹麦的这个首相是个女的 所以 要女性来执政的话可能要更好 女性也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那个选举制度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复杂 但是非常非常棒 就是说 既能够体现选民的这个倾向 又不会变成像 像美国这样两党政治 各个小党派都活的 不过这次丹麦的选举和巴西的选举 都有一种特征就是 选票的比较接近 这种接近的话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去这个分裂的状况比较严重 你看巴西到现在为止 那些还在上街啊 还在占领呢 就是 那个害的这个 川普 巴西川普也不好意思承认罢行 因为他承认罢行的话 他就没有机会未来去选举 他等于抛去了现在的这个 这个水民 但是呢 他又必须把权力交给对手 谁让他之前那个话说的太满了 如果他不把权力交给对手的话 美国不干呀 美国是你的重要的合作伙伴了 国际社会也不干呀 你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选举 对不对 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 观察团都在巴西呀 就像上一次美国选举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比较坚定的站在维护美国的选举框架里面 就反对那些就伤害美国民主框架的人呢 美国的选举也是全世界的观察团在美国来的 这个是他的国本 你不管政治斗争斗到什么程度 这个国本不能动摇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说是你如果我对大选的结果都不承认那就简直这个国家就 那就一切就崩溃了 变了一个国家 对 好 I something what I do aconteceu 出品 比如说